我们来看一个球 浙江对浙江得比 浙江潮州银行对浙江广煞的比赛 这场球我们都知道结果了 浙江大比分击垮了浙江广煞 浙江潮州京都呢 我们说这个没想到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 这里边呢有一个进球引起了我的注意 就是这个兰茨伯格他呢 他过这个黄煞9号的时候 就是 他这个球呢 你看他有一个什么 他有一个 一步就把它用最简单的一个 用最简单的一个那个动作 就是我们谁都会上的一个三不篮 直接把人过掉了 这个就三不篮水平就比较高 我们上三不篮一般只能在一般我们业余球员上三不篮 只能在无球的时候是吧 结果呢他呢 直接一步就过了 而且他这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就讲所谓第一步 第一步到底是第一步快到底是怎么快怎么怎么用 那就不知道了 就知道说哎这个人第一步真快 那第一步到底怎么快怎么用怎么回事 那就不清楚了 那我们这样看到这个 那么我们知道打篮球 最忌讳的是什么 对一个 对一个那个 外线球员来说 最忌讳的就是你原地 运球 咚咚咚咚咚咚咚 运完了呢 既不突破也不传球 然后没有造成任何的 没有造成任何的战术上的一种作用 比如说我是突破了 我是掩护了 我是手地手了 这种都没有 我就在这原地啪啪啪运 前面有一个人就在这运呀运运运 做各种做各种讲座 但是呢还是在原地 既没有把它过掉 也没有 也没有副教队要做一个配合 然后就在这原地功 这是最最讨厌的一种 就是就耽误时机 因为那个 每一个回合只有24秒 你在你手里挂挂耽误10秒钟 那别人还打不打 所以说我们拿球呢 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达到战术目的 就是把 那么你要突破的话 那你就突破 你要是打掩护呢 你就打掩护 你要手地手呢 你就手地手 你要是传切呢 你要是打反跑呢 你就打反跑 反正总之言之 这球到你手里边 你得你得你得干点东西啊 也不能说 球到你手里了之后 然后你在这原地啪啪啪运 这个是最讨厌的一种情况 那么 那换言之呢 我们这个想过人 那我们 我们要过的简洁 去达到过人的目的 那么我要简洁 你别重心贴地 跟那谁是 跟那个哈登史的啪啪啪啪啪啪 运求十次以上 然后再过人 这样的话 那因为他是 NBA球星 是吧 他是一个商业联盟 他有这个商业价值 他越这么大呢 他有市场人气 但是 到了这个 比赛 该赢比赛的时候 你这么打呢 他就 他赢不了比赛啊 非常非常讨厌的一种打法 那么我们说这个 这个最好的 你要过人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要让球在你手里 耽搁时间过长 然后再过人 就是 简单的几个动作 就把人过了 那么这个 你怎么是最简单的动作呢 那他这个 简直伯格 就给我们演示了一个 什么叫最简单的过程动作 那么 你要想起三不篮呢 我们知道一般你是起不来的 对吧 你怎么能起三不篮呢 因为你前面有 一方式队 挡住你的路线 那么我们首先呢 你要想过掉 你要想过掉 通过三不篮过掉呢 那你就得把这个 他的正前方防守 你得你得那个 让你的防御运动员呢 偏离你的这个 偏离你的这条运动直线上 然后你才能一步切过去呢 那么他这里是怎么怎么产生的这个动作呢 这里边这个6号王大宇 不是6号是乘费房 往左往左一拉 把他拉开了一个空间 这个时候就比较好 拉开一个空间以后呢 然后呢 但是呢 转远号其实 还是去协房了 我们看他这个球呢 就是首先 你在这个 他在你的运行路线上 你得把他 你的过球的 过人的第一个 目的是 让他先离你的这个直线上 那么有只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让他 通过做假动作把它缓开 然后你再从 你走直接走直线 还有一种呢 就是他采用的这种方式 我呢直接呢 往后 来一点 我直接的往往往左来一点 我这个左来一点呢 是通过一个胯下 完成了我的起手势 他实际上是一个胯下以后呢 接一个那个 右脚跟左脚陆续 一个一个 一个小的跳步 实际上 一个小的跳步 然后呢 右脚先落地 然后呢 左脚后落地 然后呢 这样就完成了他的这个 全部的准备动作 我们就这里看一下 他到这儿 啊 这是直接启动了 我们从这儿看一下 一个胯下运动以后 一个胯下以后 然后呢 他有一个小小的跳跃 右脚先落地 然后左脚后落地 哎 这种实际上就是完成了弓箭步 只不过呢 他这个弓箭步呢 我们说这个他就是实际上 那他是一个一个胯下 然后接一个极小极小的小跳步 又 然后呢 右脚落地 左脚 右脚蹬地 然后左脚起一个弓箭步 然后直接就 然后再起三不拉第一步 那么这个 就是说他为什么突破呢 一步就把它过去了 因为他这边 通过这个小小小的这个 一个胯下往左以后呢 这样呢 他就跟栏框之间 产生了一个小角度 他就不再是一条直线了 那么他这一步去呢 直接就 啊 谈到那个 通过对抗呢 产生一个 呃 产生一个对 通过这个 身体接触产生一个对抗 同时他这个球 low 左手 牢牢地把球单手 low到了怀里 这样呢 就是导致这个 专业浩这掏球呢 是掏不走他 因为他直接 low在怀里 那么这种球 一般来说 你是谁 谁low的 谁那个 拿不走 对吧 这是一个 尤其是你 你一个右手圈 然后你左手做这个 low胸的动作 是特别顺的 在身上 可以那个 使用这个动作 他是一个非常顺忍的动作 他他完美的破掉了这个报价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说他这个第一步的对抗 第一步的这个 启动以后直接贴上去 产生了一个对抗 产生了一个对抗 产生了一个对抗以后呢 然后他这个右脚呢 实际上有一个灯 有一个往外的一个 一蹬地 一个蹦步过来 左脚是蹦过来的 然后再起 这是一个标准三不拉对吧 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跟我们国内球员打球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 所谓与众不同就是说跟国内球员 国外球员我们看这种球打太多了 比如说CB的小外员那个 威廉姆斯 而不是那个 嗯 山西队的那个 富兰克林 他是非常善用这种 这个这种动作的 就是一个胯下以后呢 接一个小的小 接一个小的那个 微微贴地的一个小跳 一个小跳步 然后起第一步 这种球呢 当年的那个谁是怎么打的呢 就是 嗯 帮主那个球员是怎么打球的呢 他是这个 弄过来以后啊 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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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接地 一个 那 一个起手室以后 那么他这个 他在这个 大 交叉步这个 这个 这一步的时候 就是说在他 做第一步之前的这个弓箭步 他会摆的非常的 摆的非常的大 直接呢 这这这一步呢 右脚呢 会往前来很多 然后通过左脚跨一大步 然后呢 右脚再切进去 他不是靠那个 有的 就有有的时候呢 他不是靠完全 我们之后 或者我们说这个 这种那个 提三不来 这过第一步呢 他有这个 两种方式 一种是呢 直接靠第一步过人 还有一种呢 是靠第一步之前的这个 运球拉起来 拉起来之后呢 然后右脚有一个蹬地 然后左脚这个 左脚这个弓箭步 就弓箭步这一步 是那个 利用这个小跳以后 跳小跳以后 这个落地 右脚落地之后 右脚蹬一大步 跨出去 起跳以后呢 右脚要往前伸 他不在那个后方 后方 如果是 起跳脚呢 起跳以后呢 你这个 你这个落地脚呢 他在后边 他在后边 那么你这个工件步 显然就是 蹬蹬的这个距离是有限的 还有就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你这个 后脚呢 后脚呢 这个起跳以后呢 他是往前来 跳起来往前来 逼近他 同时呢 逼近他以后 一落地一蹬 卖一大步的工件步 然后再下第一步 这样就是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 就是你在 你在 你在卖工件步这一步 很容易被人倒掉 刀掉 所以他在这里边有 有人包夹的时候呢 就这种 这种的这个 方法是最好的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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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线 三分线 一步就进去了 那么这个就是 就是 第一步 就是拉开一个小微小的 拉开一个微小的 拉开一个微小的这个 路线 往左往左一来 稍拉开一个微小的 微小的路线 那么我通过这个一个 嗯 一个化现运球 拉出 拉成这个 这个洗手势 然后直接移步 移不起 那么这个 然后呢 他这个后脚呢 是在后方 右脚是在后方落地 然后呢 这块起了一个 落落落地以后呢 然后左脚 左脚再落地 这等于右脚先落地 左脚落后落地 就是啪啪这个节奏 然后 然后一个一个大绿球 啪一下就切进脚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 那个防守运动员呢 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在做 我在你那个 那么我们说完进攻 让我们下说下防守 那么这个防守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防守的时候 你 你应该在那个 在这个防守的时候呢 你应该什么呢 你的这个防守的脚 不应该一前一后 你他他起这个 他起这个准备姿势的时候 他是左右脚左脚在前 那么此时他左脚是他的 他的那个支撑脚 支撑脚右脚起 交叉步呢 要右脚呢 就是一个交叉步呢 是下右肩往前往往前往前压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想防守这种球 他应该及时的把它自己撤回到 这条直线上 那么我脑后没张眼 我也不知道这个 哪条是他的直线呢 怎么办呢 就是说他的前脚 支撑脚的时候呢 我应该把我的左脚呢 踩在他的 右脚的斜前方 踩在这个位置 或者说跟他的 就基本上是持平 你右脚踩在这 我也踩在这 然后呢 我呢 稍微微的往外来一点点 这个地方 以免呢 你一个体现变相 变到这边去 是吧 那么同时呢 我的这个重心呢 我在防这种球的时候呢 你你拉了这个姿势了 我必须把我的脚呢 紧紧的踩在地板 地板的这个地方 我让你这一步过来以后呢 过不掉 过不掉我 现在的情况是 我这个右我这个 左脚现在第一步 过来以后正好 卡在这个地方 然后同时呢 用用用用你用我 用他的那个 蓝斯伯格的肩 靠在我的这个胸口上 然后这么一弹 把我给弹出去了 它是这么一个原理 而且这个动作 是一个快速动作 砰一下 你砸地 你砸地 一时间一支 一支胸口 然后直接弹出去 它是这么一个道理 当然我没有必要那个 我没有必要通过 而且呢 这个 通过这么一个楼球呢 正好把重心呢 把身体呢 倚在你身上 但还不是我主动发力去创 你 我是好像鼻子有一面墙 我是倚在你 倚在那边墙上 我不是去创那边墙 我倚在你这边墙上以后呢 然后我这 在右脚一登立呢 就正好呢 接力弹开了 我不是去创在你身上 然后导致我自己 产生一个恋情 不是这个道理 那么所以说呢 你要想防住这个 防住这个球呢 那么此时 当它重心拉起的时候 我的右脚 一定要跨在它的 对方的这个位 对方这个脚的这个位置 同时 我的重心呢 还必须的是 右脚登地 准备防它的这个 因为我我右脚 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么它显然这一步 就过不掉我了 因为我已经挡住了它的路线 它这一步没法过 它这一步要想要想过我 它只能往哪去 只能往这边切 但是由于呢 我的这个距离呢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一步过来以后呢 我如果 我如果离它特别近 那么我右脚在这也是不行的 那么它 它直接一步能够 还是能够迈过 迈过我去 那么现在由于我这个后 后边呢 我跟它本来就是一步距离 然后呢 我的我的脚 右脚又卡在这 那么它这会呢 它的右脚呢 它一步呢 就不可能把我 我们说过人的目 过人的是最好呢 就是把你这个 切在晃在你的身侧 第一步呢 就是第一步的目的 就是把你 弹在我的这个侧房 我篮花路线在这 然后呢 我第一步呢 已经把你弹在我的侧房 那么这样的话 我直接起三木兰 后边你就跟不上我了 因为我是第二 我第一步以后呢 我会挤住你 然后我再往 我再往往往往 时机一发力 就弹开你了 你还被我盯在原地 被我这个 被我这个 一挤你之后呢 这个 这一个劲呢 给你盯在了原地 那么 所以说呢 就防守呢 这个这个 这个右脚呢 应该此时应该在 出现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你要想防住他的变相呢 你重心脚呢 右脚呢 还得蹬蹬着劲 还蹬着劲 他一变相蹬一下 然后你要切一大步 切一大步蹬出去以后呢 然后呢 在在你的这个左脚 落地时候呢 滑动 右脚蹬地以后 左脚滑动 然后同时呢 左脚呢 再次的 他如果变相以后 你右脚地蹬地 左脚再次的 滑出几步呢 踩到地上以后呢 绷着劲 这样的时候呢 如果他再变相 你还能变过来 就说我们 我们体现变相呢 我们这个防守的时候呢 这样的才能够把一个 灵活的外缘 他的这个突破的步伐呢 根据他重心的变化呢 然后你跟着他重心走 他能够把他的这个 重心 他能够把他这个 这种球呢 防止他一步就把你过掉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他就出现了 他的这个防守漏洞 那这个时候呢 拉斯伯格的这个 本能反应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在自己打球的时候呢 应该呢 就是这一个动作拉起来以后呢 这是一个观察点 我拉起来以后呢 这有一个观察点 如果他偏离了我的路线 那么我就直接起 直接起这个 我有一个思考点 那么不是说我这个 他怎么着我就怎么着 我在想这个 这种是来不及的 那么但是我这个观察 我这后边的所有所有动作呢 是一找 我这整个三不来实际上是一找 我就只有这一个观察点 那么这样是可以的 我们看今年的小说就经常说啊 他这么着我这么着 然后他这么着我这么着 这实际上是来不及的 但是我这个招数 如果是整一个一大套招 我的观察点只有一个任务 那么就是观察他 是否偏离了我的路线 那么他一个脚前一个脚后 那么我应该呢 这个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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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呢 我就一我应该一步 我采用一步过的招数 第一步 我就不应该采用这个什么别的招数了 比如说跨一个跨一个大步 跨一个大步呢 是因为这边有补防 我现在的第一步 然后左手搂球 这样我就破掉他的这个补防套球 我如果用这个弓箭步往前一拉 那么他直接掏我怀里 我这个我这球呢还没还没还没弹到 我的还没有这个搂胸动作 那么我这个突破漏胸 他来补防 来不及了 就是这个球 利用利用这个这个起来以后 直接起起第一步三不来 那么这样过掉 那么我的观察点就是他是不是 站在原地没怎么动 把我这个运球路线给空出来了 那么反观之如果他 重心拉过来了 如果他产生了一个移动 那么我的下一个选择呢 就是拉起来以后呢 然后做一个体现面向 做出体现面向 去到右边 就是那个所谓Everson的那个crossover 就做这个 如果他的他的这个脚高位 在这块 那么他在这块呢 我做一个体现面向呢 足够快的话呢 他也是很难防的 对吧 因为我这个有空间距离 正好够做一个体现面向过去 一个体现面向过去以后呢 然后在这边再 再去做上蓝 就把它过掉以后呢 再面对面对他的补防 我再去做其他选择 但是我就说怎么 现在就说怎么过这个 过掉这一个人 就是就是这个观察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体现面向呢 是一个一个套招以后 体现面向的问题呢 就是说 我过掉第一步以后 过掉一个人以后 把他体现面向走到 他的侧方 然后我在他的侧方 怎么再做一个选择 那个是体现面向的一个问题 说那个问题 还是就说这个 就是总总的来说 我就是说如何 一步过人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要选择一步过人 那么如果没有他 那都好办 我这一步过呢 就又可以 拉起来以后呢 这个右脚 右脚往前一伸 左脚一个大跨步 然后 然后再一个一个弓箭步 一个小跳步 跨步 跨步落地 右脚落地 左脚一脉 大弓箭步 然后再切进去 这是可以的 这是也是最好用的一招 可以说是最好用的一招 然后呢 其次呢 是这个当他有斜方的时候 那么我拉起来 把中心拉起来 这是起手势 嗯 拉起来以后呢 我就 这个这个这个脚呢 在后边落地 拉起来以后呢 我在这直接起第一步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他如果防守 就是中间有一个阅读 他的防守没有到位 我就直接起第一步 如果他防守到位了 那么我一个体积面向 左右左右错还是一样 当然这里边 其实呢 那个变招就很多了 那我拉起来以后呢 右脚 右脚往往往往往往 往右一个斯坦布 然后左脚 在一个一个弓箭步切进 是可不可以的 当然也可以是吧 那么这个我 这个别的变招 我就不说了 就先说就这第一招 是怎么回事 这里边就是走左路 就两招 一个一个 最关键的是 他这个起手势的变化 起手势的变化 一个跨下运球以后 有两种变化 一个是右脚跟不跟进 右脚往前 右脚往前 那个体验面向以后 一个小跳 右脚往前接 往前来 然后第二种呢 是右脚不往前来 还在圆地停着 节奏是一个节奏 两种变化 根据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斜防的人 来选择 还有一个是根据他 是不是处于你的这个 完美的这个防守 防守位置 他的脚是不是已经 已经到位了 然后来选择你这个球 要怎么打 这个球呢 我就暂时就先说到这 我 我 你 我 你 你